五月報稅季到來 在今年申報所得稅 包含課稅急劇 還有基本生活費等項目都有調高 其中已單身的上班族 年所得四十二點三萬以下 還有雙薪育有兩個小孩的一家四口 年所得一百二十七萬以下 都不用繳稅 國內部駕長不停 二零二二年平均物價指數 與二零一七年相比上漲百分之四點一七 達調整免稅額法定標準 民眾下個月報稅時 每人免稅扣除額從八萬八 調高到九萬二 七十歲以上調高到十三點八萬 標準扣除額單身調到十二點四萬元 有配偶是二十四點八萬 薪資所得身心障礙 特別扣除額則調高到二十點七萬元 其中單身上班族所得四十二點三萬元以下 雙薪育有兩子的一家四口 年所得一百二十七萬以下都不用繳稅 進一步來試算以單身上班族年薪介於四十二點三萬元到九十八點三萬之間來看 用最低百分之五稅率可省七百五十元最多省六千元 如果是雙薪四口家庭 綜合所得禁額三十點二萬元 較前一年減少三萬元 按照五趴的稅率可省一千五百元 如果在單身的話 如果是劣籍扣除額的金額呢 超過了十二萬四千塊錢 如果有配偶的話 是超過二十四萬八千的話 採用劣籍扣除額是比較划得來的 善用你的所謂的特別的扣除額 包括身心障礙 長照等等總共有七大類 我想這七大類的特別扣除額 民眾可以善用它 可以達到節稅的效果 另外今年手機報繳稅功能也在精進 增加了現金繳稅以及申請延期或分期繳稅兩項功能 而今年五月中所稅申報也恢復常態 也就是從五月一號起到五月三十一號截止 不會再延長到六月底 如果民眾受到疫情影響 屬於經濟弱勢者 因客觀事實發生財務困難 申請延期或分期繳納 延期期限最長一年 分期最長可達三年 記者為林志堅推播報導 希望大家可以先教導 請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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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教導